爱波拉斯人类已经研究了三十多年的病 我们不会经意被打败 周深最近一段时间平放大招 当大部分声里还沉浸在令人心动的Offer 3 跟2060这两档综艺节目时 周深一首新歌借我一盒火柴 再一次经验全网 能想象到周深最近这么忙 但没有想到新歌发表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几乎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 当我们正在讨论周深的作品时 周深就已经在创造惊喜的路上了 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偶像的光芒 这次演唱的这首借我一盒火柴 是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主题曲 该剧由罗靖·毛小彤领衔主演 主要讲述的是《埃博拉病毒》 可能绝大多数朋友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自打进入12月以来 热剧不断 前有杨子的女心理师 后有黄轩的风起洛阳 而这部《埃博拉前线》 选择在这个时段开播 显然一点优势都没有 有了周深的加持 这部剧就已经赢了 毕竟周深的影响力无人能敌 就算不喜欢看这部剧 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该剧的上线 而且除了周深的声明以外 不少路人也都纷纷前来捧场 都是冲着周深的面子才开始关注此剧的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周深演唱时 借我一盒火柴上线 仅凭一个小时的时间 播放量就突破上百亿 不少粉丝还进行转发 或者二次创作 随便看一个视频 点播率都相当的惊人 可见偶像周深的影响力 有多么的强大了 换做其他歌手的话 必然会先预热一把 不是买热搜 就是让粉丝打榜 生怕别人不知道 自家偶像出新歌了 反观周深 压根就不需要费这么多事 向来都是用作品说话 用实力证明自己 其次真的优秀的作品 就是不宣传 也会被人发现 有句老话说的好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感觉这句话 用在周深的身上 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将离开 替我照顾那些 亲爱的小孩 我们一起 去完成你爸爸想要完成的事 和你分享妈妈做的那首财 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引发全网的热议 更别说出新歌了 究其原因 并不是周深是流量明星 而是业务能力扛打 不少人都说周深是流量歌手 觉得喜欢他的人很多 所以就把他归类到了流量明星的范畴里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划天下之大忌 简单的来说 流量歌手是一个贬义词 他是指光有明细 没有实力的那些明星 严格的来说 他们并不能算真正的歌手 因为歌手几乎是 人跟着作品出圈的 而周深就属于后者 尽管平等热搜 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但没有任何人表示过 有审美疲劳的感觉 当然了 一些营销号除外 所以在声明眼中 周深不光是偶像 更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榜样 他所唱的每一首歌曲 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悟 如果盘点周深的作品的话 写一本小说都绰绰有余了 光是电视剧OST的一些曲目 就数不胜数 曲曲经典 而且越听越上头 凭借天籁般的嗓音 把电视剧中的男女主的情感 都用歌词诠释了出来 达到这个高度的人 也就周深一人了 这次演唱的借我一盒火柴MV 就结合了电视剧的精彩桥段 旋律一响就极具代入感 还有一个国际游人 开头念了一段旁白 虽然说塑料普通话说得很一般 但他念得非常的有诚意 回眸一笑镜头一转 紧接着就是周深唯美的声音了 看看茫茫大海 听着周深动人的旋律 整个人都会沉淀下来 瞬间进入到剧情当中 看到后面才知道 这位国际友人还是一个主角 跟罗近有不少的同框标系的情节 再看周深唱的每一句歌词 既唯美又伤感 其中包含了很多情感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亲情友情 相信不少的生命都和我一样 听到周深演唱英文段落时 起了一声的鸡皮疙瘩 而周深瞬间就唱进了观众的心里 个人觉得这首借我一盒火柴 已经不是一首单曲这么简单了 它诠释的是一种大爱 就像曾经Beyond乐队的皇家居一样 歌曲涵盖的内容可谓意义深远 致敬抗议工作者 值得我们反复的回味 值得一提的是 周深这次用国际化曲风唱响大爱 第一遍听的话可能感受不到 但如果细品的话就会发现 该曲目难度很高 只有周深能诠释的如此精彩 既有饱满的情绪 又有唱功的爆发力 总而言之 周深的这首借我一盒火柴 温暖了全望的观众 正能量十足 是啊 如今